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饥饿游戏 何为饥饿游戏 在电影中 根据叛国者条例 每年各区都需要抽签决定 一对12至18岁的男女贡品 贡品送至都城进行生死决斗 直至决出唯一获胜者 凯尼斯是第12区的贫困家庭中的一员 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 把票换成粮食 恐惧着每年一度的选票 凯尼斯的妹妹小英 被选为贡品 她为了保护妹妹便自愿上台 男生中彼得被选作贡品 他们知道活下来的机会不大 却没有办法去反抗 只能尽力去争取 他们就像是斗兽场里的动物 供人们娱乐消遣 在开幕里上 设计师为他们设计了就像燃烧的衣袍 他们独特的出场方式 使凯尼斯被称为燃烧的女孩 在比赛的前三天 他们享受最好的待遇 进行科学的训练 应得关注 只为在比赛时获得人们的救助 在关键时刻保住自己的一命 游戏开始 他们被送往一座孤岛 科学家们在外面监控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甚至他们的行为将被同步播放出来 24人面对面准备着这场杀戮 倒计时开始 每个人都尽力奔跑 抢夺有力的装备武器 为了争夺武器已经死伤无数 凯尼斯抢了一个包之后就跑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地形 烧过食物之后把火苗扑灭 爬到树上休息 有一些人已经结盟 寻找他的踪迹 被发现之后只能躲在树上 在树上处理伤口 突然飘来救济包 那是黑米彻送来的药 并鼓励他好好活下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 有一个女生小云偷偷暗示他 把头上的蜜蜂扔下去 这是一种有毒性的致命蜜蜂 他用刀把蜂巢割断扔下去 他也不幸被咬到 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幻觉 他拿到他们的武器 在幻觉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妹妹和母亲 凯尼斯醒来时 发现小云已经照顾他几天了 他们商量着一起毁掉其他人的物资 并且以学蛇鸟为暗号 小云在远处点燃火苗 吸引他们离开 凯尼斯偷偷潜入他们的基地 石破陷阱 并凭着高超的剑法 毁了其他人的物资 但是善良的小云却被杀死 凯尼斯悲痛万分 同时小云所在的十一区 因为愤怒开始反抗 为了压制这种叛乱 统治者们商定 可以同时胜出同一区的两人 营造一种爱情故事 来吸引人们的目光 这也是给凯尼斯和彼得生的机遇 凯尼斯找到彼得 并且照料受伤的彼得 才知道彼得一直都暗恋凯尼斯 凯尼斯跑出去给彼得找医疗包 却险些被二区的女孩杀死 但是小云的朋友却救了他 一觉醒来 凯尼斯和彼得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他们是唯一剩下的一对 科学家们在小岛上放了狼 在高处却遇到了剩下的唯一一位敌人 一番争夺较量之下 只剩下凯尼斯和彼得 他们感觉胜利了可以回家了 但是此时规则继续变化 又改变成只能胜出一位 这让凯尼斯和彼得很是纠结 他们都宁可自己死 也不希望对方死 便约定一起吃下所命果 一起死去 这让统治者们生起妥协 而凯尼斯和彼得 也成为大明星一样的人物 但是事情却没这么轻易地结束 人性的善恶在这部剧中 体现得淋漓尽知 统治者对低阶级的人的残暴 人们为了生存的无奈与悲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